你 沒有人 請監視賀童人財政 你們在現場自己保持緊接 怎麼樣 有找Alice嗎 房間裡面沒有人 東西也收得一缸二鏡 我想Alice應該是跑掉了 那我姐咧 知道我姐在哪裡了嗎 我們現在有掌握幾個 Alice犯罪集團的據點 今晚會全面攻堅 一定會盡快把張小姐救出來 不行 Alice現在不在旅館 就代表她有所防備 如果全面攻堅的話 可能會還要找我女人 對 我不管你們有沒有抓到壞人 我姐安全就重要 沒有寫次來電 可能是Alice 喂 喂 是我 Alice 妳怎麼換電話了 我剛剛聯絡妳都找不到妳 打妳跟友約的手機就打不通 我有這麼笨嗎 用同一支手機 好像是警察來抓我 張友約在妳手上 我怎麼可能幫我聽 妳說妳要找我 有什麼事 就上次那個簡小姐 她打電話跟我說 她現在手上有一筆資金 想要再投資 是嗎 是啊 她就說什麼 她剛剛賣掉兩棟豪宅 現在手上有快兩億的現金 想要問我們可不可以 還一兩個五千萬的額度給她 兩億 她有這麼多錢 我也不知道 不過她說 她有一些投資方面的問題 想要問我們 希望我們可以見面談 張仁姐 妳該不會是想把我騙出去吧 怎麼可能啊 張友約在妳手上 妳一定會派人看著她 我騙出來有什麼用 我考慮一下 好 不過有一件事我要說清楚 這一次的交易我要分兩千萬 不然就不要合作 掛掉了 仁姐哥 妳跟他說什麼兩千萬 這樣他一定會不開心的 如果我不太要錢 他一定會懷疑這次圈倒 江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 好 我知道 我先回報隊伍處長 市長 通訊見到可是說 剛剛那一通電話 沒有辦法追蹤我 現在總告 先不要親舉妄動 等艾瑞斯再打進來 等我再等 有生意上門了 運氣好的話 就是可以撈到兩億 那怎麼處理這女人 要滅口嗎 嗯 滅口 太無聊了吧 我們來玩點好玩的 組長 請客廠 好 謝謝 兩位請客廠 好 謝謝 仁姐哥 有些事我想要問你 我們到房間說一下好嗎 怎麼了 仁姐哥 現在發生的事情 你覺得我要不要跟我爸說一下 先不要好了 好 告訴你家人 只是讓他們多擔心而已 對舊妮姐 沒什麼太大的幫助 可是 好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現在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還有你怎麼認識到這個組長的 其實是他們主動找上我們 那 然後呢 我跟艾利斯 我跟艾利斯 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 那個時候 就一起跟著他哥 到處去詐騙 但自從認識張友越之後 我就決定 不要再做那種事 後來艾利斯找到我 要我幫他騙最後一次 而那個時候我們鎖定的目標 就是我還沒那位剪隊長 剪小姐啊 聽嗎 我想跟你談一談 OK 我 我打個電話給艾利斯 他原來應該還在附近 有什麼事情問他比快啊 喂 喂 小姐 你們這樣子嗎 買賣不成演藝債 還買嗎 行事局國際刑警科 請你跟我們走一趟 我是負責 艾利斯犯罪集團的 專案小組組長 幾個月前 我們就已經盯上他了 他才剛出獄 你們就聽上他 會不會太誇張 剛出獄 根據澳門警方記錄表示 前兩年他銀行被逮捕 不過才拘留了幾天 就因為證據不足 而被放出來 他根本沒有做過了 他根本沒有做過了 後來他跟他哥哥雷公分道揚鑣 這兩年成立據點 吸收了一批黨羽 這兩年成立據點 詐騙了很多有錢人 他很狡猾 每次總能找到機會跑掉 是我們警方頭痛的人物 所以幾個月前 有我成立專案小組 負責追捕他 所以他跟我說 他被關了兩年出來 想要幹最後一票 然後收刪 要我幫他忙 都是在騙我 他的確已經打算離開台灣 這次會找上你 應該是想讓你背黑鍋 這是他慣用的手法 江先生 你現在只有最後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跟我們警方合作 配合收證 協助我們把Alice省治以防 後來警方 在我身上裝了迷路器 把每一次 我和Alice見面的對話 都錄下來 本來一切很順利的 我以前跟Alice說要退出 警方也準備收縮 要逮捕他 誰知道 你二姐是突然這樣跳進來 把一些計劃都打亂 劉日 我真的好害怕 我好怕你姐出事 可是 如果他真的怎麼了 我一定沒辦法原諒我自己 任潔哥 這 這些事 如果你早一點誠實地說出來 今天或許就 可是真的很喜歡你二姐 但我發現 我越喜歡他 我就越害怕 他知道我的過去 會討厭我 我甚至不敢告訴他 我根本就不是什麼生態攝影師 是時刻不學武術的騙子 我其實想得很簡單 我想說 幫Alice幹完這最後一票 我就可以脫離過去 回到原本 和你二姐的生活 誰知道 我被Alice擺了一刀 一錯再錯 還把你二姐也拖下水 我現在只希望 你二姐能夠平安回來 就算他知道真相 他會恨我 罵我 趕我走 我絕對二話不說 我馬上離開 而 我是真的很喜歡他 我只希望他好好的 我還好好的 我只想說得沒心花 一個屋簷下 今天還好吧 放鬆啦 你再流浪 眼淚流下 別再猶豫天亮 慢慢走回家 兩人一起在那屋簷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